感谢观看 所以你能够看住一切沉默无信 你明白无信实时 就是回头更能贯彻 你明白佛谱的知识 这个文字之中 就是让你这样反复体会决心的作用 就是反复让一个行者 你已经知道当下的参救 如何的下手 那就在这个下手时 所以在下面讲 所以于佛菩提身中 见一切众生成正觉转法论也 什么叫从佛菩提身中 就在你明白如是佛菩提智 佛菩提智 你不可以拿行来行它 你不可以拿量来量它 你没有一个形态 没有一个能够能量的这个形态 是你能够从此以后 广博于一切法 广博于一切相中 心中的担当 那那个担当方便立身相 那你也不能说它没有身吧 所以讲到虚空 虚空是什么相 你要说虚空有相 我就笑你 你找到虚空是什么相 那你要硬说虚空无相 虚空无相就是它的相 一旦是虚空 你都还知道虚空还有一个相 但是这个相 是你一般众生 诸我持的那个相 所以那元经讲 但指虚空的还有名貌 还有名字跟名貌 但是这个名貌表示什么 表示你心中明白道理之时 你自然就知道虚空是什么相 虚空无相 你一讲虚空无相时 就是这个相 有没有如来神 就是这个神 你心中那个豁达的虚空无相相 处不就是相吗 你是什么相 无相之相 不可以立相之相